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現在進行國事論壇 每位委員發言三分鐘 第一位請江啟臣委員 主席還有各位同仁 還有行政院的各位長官 各位媒體大家早 我們要告訴蔡總統 醒一醒 高聲量不等於高聲望 這兩天的最新民調都顯示 不管是對決國民黨的朱立倫 韓國瑜或者是無黨籍的柯文哲 蔡總統都落後 特別是在中南部 蔡總統的支持度也下滑到低於三成 最近的幾個民調當中 蔡英文總統居然也落後 我們的賴前院長 再這樣下去 別說在大選順利連任 可能連執政黨內都會有人 認為蔡總統不是任 呼籲舉辦黨內初選 推出人選跟蔡總統來競爭 到時候這個政治海嘯 不僅來自於人民 更可能來自執政黨的內部 這不僅令人納悶 九二一大選之後 蔡政府口口聲聲說要接地氣 從蔡總統的回答談話 到蘇院長的網紅內閣 曝光率屢創新高 然而聲量高並未帶來高聲望 這是為什麼 就其緣故 便是蔡政府在九二一大選之後 完全漠視民意 對執政黨從兩岸政策 能源政策 經濟政策 年金政策 以及諸多諸如像是 促轉會的東廠化 還有應推轉型正義等等的不滿 蔡政府以為是自己的宣傳不夠 反而變本加厲 能源政策忽視公投結果的法律效力 促轉會的政府主委辭說提就不提 還以為靠操弄兩岸的對立政治符號 可以來拯救聲望 換來的卻是早已被人民看破 在民調上面不買單的回應 面對這樣子的局面 我們的總統蔡總統居然說 民調是死的 人是火的 完全無視民意對執政黨 從兩岸能源經濟等 無意反省的憤怒 光是關於私職發言人 說要有所回應 請問過了三天了 有回應嗎 面對這樣的局面 我們誠懇提出建設性的呼籲 欲請在象牙塔裡的總統 多傾聽基層的聲音 別只想著權位 忙著宣布連任 忙著線索兩岸的交流 忙著跟黨內潛在的競爭者 來搶台獨代言人的地位 把政黨的勢力 跟個人的權位考量 放在國家利益之上 此外公投已經展現民意 具有法律的約束力 也是執政黨自我解套的良機 對於多元能源結構 解決能源危機的做法 請在總統應該勇敢決斷 別被審主台給綁架 多拼聲計 少拼聲量 別再操弄具有國家認同 認同敏感的假議題法案 也不要把國家認同 當成是救援投手的神主牌 不斷的濫用 再次 接著請吳智洋委員發言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安 全台灣的國道服務區 數量有15處 大家是否知道全台灣第一個國道的服務區在哪裡呢 自然要告訴大家 就在我的家鄉 大家一定都去過的 就是國道1號的中立服務區 中立服務區是早在民國67年就成立 它多年來是服務整個北台灣 從汐止、桃園、陽梅、巴德、龜山等幾個貨櫃 和物流的園區的車輛 所以他也跟所有出門打拼的這些大車司機們 建立了非常密切的關係 大家是有感情的 因此當本席知道 對大車司機而言 他們其實非常辛苦 他們進到服務區以後 他們為了吃個飯 他其實沒有辦法跟站內其他的一般遊客一樣 在那邊排隊來購餐 因為他們需要的是一個效率 此外呢 大車司機們更因為他長期處在這個車內 導致啊 像吃便當這麼一個我們看似簡單的事情 他們都還有特別的一些美嘎 什麼美嘎呢 比如說在他們的飯菜中呢 非常忌會有一些湯湯水水的 簡單來講 就是司機夥伴們必須吃一個乾的便當 乾的便當 不然的話 他駕駛座四周啊 將會有一些清潔上面的困擾 所以這個月呢 我從媒體我看到了一個訊息 就是西羅的服務區啊 已經開辦了問獎本東 高工局是用更便利的一個攤位 來提供符合大車司機所需要的買餐的服務 用餐的服務 而且跟菜色上面有幫他們特別的來構想 那買餐用餐的服務都非常好 大獲好評 因此本席建請 本席要求我們中立服務區 應該也要有一個問獎本東 這不但是因為中立的服務區的大貨車連結車 它的運輛車位規模上 絲毫不輸給其他的服務區 更因為你可以採用當地中立在地的 非常好的優質農產品 包括台梗14號的優質米 還有當地所種植的新鮮蔬菜等農產品 這樣子也落實了把貨賣出去 這樣子的一個管道 所以請高工局知道我的建議 請你立刻著手進行 讓中立服務區的問獎 也享受到問獎貶東 以上 接著請羅明財委員發言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早安 今天國事論壇我講的是公投指示蔡政府的選舉工具嗎 民進黨今年忽然主張修改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緊縮兩岸交流 要求兩岸相關的任何重大協議 都必須交付公投 國民黨長期主張任何協議簽訂 都必須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的基礎下完成 完成一線合乎兩岸條例的規範 民進黨天天說重大政策要交由公投決定 但又指揮獨立機關的中選會修公投法 讓公投與大選通過 變成永遠無法通過的鳥籠公投 蔡總統的公投目標到底是什麼 人民越看越模糊 蔡英文文旦談話時提出四個必須三道旁護網 請接著陸委會開始積極研議修法 當起兩岸交流的關門者 蔡英文針對兩岸關係的往來 設定越來越多的門檻 其中所謂民主防衛機制 也是這次陸委會修法的主軸 再次將兩岸和平協議推向公投 試問去年民進黨在國民黨推動的三項公投 以七百萬票以上通過後 行政院卻堅決不改變的錯誤的能源政策 民進黨有在遵守公投法的規定嗎 民進黨現在基於修改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甚至以雙公投拉高門檻 並且加強管制程序 行政院同時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列為優先法案 蔡英文身為總統必須決定 國防外交兩岸關係等重大政策 現在遇到重大議題就推給公投 但是身居國會多數的民進黨 三年來不處理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現在大選在即 世事又要以公投決定 蔡總統講的哪一句話 做的哪件事才是真的 本席完全看不到蔡政府的執政能力 只看到蘇內閣玩弄公投的高明騙數 蔡政府如果有誠意 就應該將閒置已久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拿出來好好審查 而非以統獨議題 騙取勝率選票 民進黨去年九合一大選後 到現在還是只想利用公投 迫害兩岸關係 延宕全民拼經濟 顧民生的願望 民進黨真的有正確解讀九合一大選 多數民眾的民意嗎 台灣還要空轉多久 拜託蔡政府 接著請沈智慧委員發言 本席在這裡要提醒蔡英文政府 藐視民意等於是羞辱民意 沒有制衡就沒有民主 藐視民意等於羞辱民主 人民最大這是民進黨的口頭禪 可是這句話我要送回給你們 蔡政府大大小小的官員 請你牢牢記住今天這些話 2月1號我們第9屆第7次會期以來 看看我們立法行政提了什麼法案 47個法案我歸納總結 第一優先還是在意識形態 我們看看這個方式來看看 因應中美貿易大戰有6案 國家安全有5案 防止境外假訊息有9案 這幾類的法案都與兩案關係有關 也就是相較生活的安全 酒駕提高行動只有一案 我們要說的是 人民想要過的是好日子 人民想要過的是拼經濟 人民想要過的是東西賣得出去 人進得來 這是人民的共識 否則就沒有高雄選舉的結果 我們再進一步的分析 這幾個法案裡面 我們規範兩案和平協議之前 他卻要設立高門檻 阻決今後有任何可能 以及未來民進黨不執政時候的 任何兩案和平協議的規範 他都要在這個時候 完全執政的時候要設立高門檻 這是什麼道理呢 第二個 延長退休公務人員到大陸去的年限 提高五倍 提高五倍 做四年的 做四年的官 限制三年到大陸去 現在提高為十五年 提高五倍 這種不合比例原則 做四年要限制十五年 這是哪門子的一個限制方法 這種防堵的方式 到底是什麼心態 然後我們再看到 他用各種扣紅帽子的方式 來說 這是境外的勢力 說這個是不好的 或是有害人民的這些資訊 我想這些都是一個說詞而已 我要說的是 拼經濟 不是在拼抓匪諜 民意渴望是立法院 要制定繁榮的經濟 所以我最後要告訴我們行政院長 我們現在很擔心的是 我們現在強推同婚法 可是你卻忘了 你在同樣的司法委員會裡面 你們也口口聲聲的說 要重視酒駕 可是我們在司法委員會裡面 九席的立法委員 民進黨立法委員 有五席式反廢時如何推動 所以還是要這句話藐視民意 等於羞辱民主 接著請林德福委員 主席各位委員同仁 蘇內閣所有的團隊 我想地方建設應該 不應該要去分難分綠 因為這段時間 本席看到 向高雄市長韓國瑜不滿 行政院要求 重寫全瞻建設計畫 質疑高雄因為換黨執政被卡 台中市長盧秀燕也稱召卡盧 據了解 台中市國民黨議員 近日透過黨籍立委 向交通部了解前瞻計畫補證 市火各縣市都要做 得到的回應是 首先針對高雄與台中 另據了解台中市府多個局處 雖都有提前瞻計畫內容 但其他局處均無被中央部會要求 重寫或修正計畫書 僅鐵路級捷運計畫被盯得最緊 那我想向高雄捷運 這個捷運局長煥陽才 昨天說高捷鋼山路足 延伸限制去年12月27日 依交通部的指示完成報告 送部後差不多50天沒有下文 直到市長向行政院喊話後 昨天才收到交通部通知 3月4號要召開審查會 那包括近日 像也傳出高鐵 這個鐵路高架化 包括宜蘭跟彰化也被質疑 中央大小眼 各縣市爭取鐵路立體化 一遭專家質疑 但選前也被 府院巨頭當成利多 輔選時大家的放送 甚至於蔡總統前往彰化輔選的時候 說如果彰化換人座 彰化鐵路高架 捷運利能 投資都沒有人 被質疑再恫嚇彰化人 被交通部打回票 多次的宜蘭鐵路高架化 也是蔡總統下鄉 下鄉的時候去 輔選被當成催票的工具 如今這些計劃 果不其然都生變 我認為說其實站在中央的立場 這個前瞻建設計劃 主要就是讓地方交通的效能能夠更好 那不要說選前因為他是綠色執政 選後換藍色執政 然後就來用種種的方式來卡 來要求 我認為因為地方只要有進步發展 我相信這都跟中央行息相關 所以說我們奉勸 我們整個中央的執政團隊 不要分藍分裂 最重要讓地方經濟發展 讓地方交通能夠進步發展 來照顧全民 接著請同會曾委員發言 主席蘇院長經濟團隊 還有我們的立院同仁們大家好 本席想請教在場所有的人 在過年期間有沒有人沒有吃過蛋 我今天要關心的還是食安的問題 我們台灣的國人 為什麼要吃一個安全的蛋 有這麼這麼的困難 從去年就已經爆發的缺蛋危機 很多地方大家都知道沒有蛋可以買 然後呢雞蛋的價錢不斷的飆高 我記得上禮拜我在7-11買了一盒蛋 12個居然要79塊錢台幣 縱使在過年期間 本席記得每一年的過年 應該也都有物價調障 這個貨物調障的供需完全失調 民眾買雞蛋還是要買不到 這個價錢不但讓一般的商家 我們人民買就算了 做生意的人要買也很痛苦 因為他咬著牙買不到蛋 還是要去零售店來買蛋 做生意賣給客人 我想請問蘇院長 人民的荷包越來越緊 你的行政團隊這樣子告訴我們 你是順應民意你是接地氣 真的讓人懷疑 而且就在全台灣都缺蛋的時候 又爆發了毒蛋的問題 這個分普尼超雕 而且就我了解 已經有4.6萬顆的雞蛋 已經流入新北市台北市 還有一般的這個民眾散戶 我們很多民眾已經務實毒蛋 而不自知 然後政府的採樣人員 在1月份就說他們要去採樣 可是這個檢驗報告 卻到了2月中 新年都快過完了才檢驗出格 很多的人民根本都不知道 很多的民眾 就這樣子一直吃了他的毒雞蛋 所以我覺得這個責任 農委會在待務上 在職務上是有很嚴重的疏失 而且政府的這個怠慢的結果 要為我們所有國人 以及消費者的健康 負起最大的責任 根據這一波的毒蛋 我想這個缺蛋 一直延續要到6月份 那麼我要提醒大家 6月份蘇院長這一連串的 現在都用進口雞蛋來嚴慮 但是進口雞蛋呢 價格居高不上 所有的進口雞蛋 是不是能夠安全有保障 而且價格能夠穩定 然後如果賬價一直延續到6月份 是不是所有的老百姓 都要自己來 自己來承擔這個消費 會不會引爆新一波的 這個民生用費的這個 消費的這個價格提涨 我想蘇內閣你要好好的 這個想清楚 我相信台灣一直以來 都是美食王國著稱 但是從這個民進黨團隊執政以來 一直都有這樣的食安問題 每一年都有這個雞蛋的問題 我簡直是不可想像 從戴奧辛雞蛋 芬普尼雞蛋 甚至於到了這個蘇丹紅 顯鴨蛋 什麼的問題都發生 我相信民生的問題是我們很關注 在這一個會期 本席會跟所有的國民黨黨團 密切的關心所有的食安問題 務必要求讓食安零容忍 能夠落實在整個台灣 讓我們所有的老百姓 要對食安確實的注意 謝謝 接著請陳移民 接著請陳移民委員 好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早 那今天本席要講的題目 跟同委員是類似的 也就要講 蛋價飆漲 毒蛋又來 蔡政府反應是鬼扯蛋 那蔡政府當初 在剛上台的時候 有提出食安五環 這是要兌現他的競選諾言 他要建立從農場到餐桌的安全體系 重新找回國人對食品安全的信心 但是呢 我們發現呢 從他執政這三年多以來 幾乎每一季都有蛋蛋危機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那過去呢 在他執政的時候 他編了公務預算 也成立了食安辦公室 甚至呢 也在我們的環保署 成立了這個毒物化學局 在這種情況下 當然希望能夠 從根本 從這個 我們的 建設方面呢 能夠好好把這個 食安的問題解決 但是呢 在兩年前 彰化牧場就爆發了 芬普尼的毒蛋事件 甚至更荒謬的是 那台灣的民眾 平均每年 每個人 要吃280顆的蛋 蛋的營養 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蛋的管理更是重中之重 那這次發生問題的雞蛋呢 是經由大盤商 中盤商到零售早餐店的流通的過程呢 最重要的產地的履歷呢 完全都消失的無影無蹤 那這個跟過去說要做這個產地履歷的 這個條碼呢 完全都是已經變成一個鬼扯蛋 所以本席在這邊要予以強烈的譴責 那農委會主委我們陳吉正 陳吉仲呢 他甚至說每週要提出有感實證 但是現在他要做的方法呢 是要花上億元的納稅人的錢 去補貼的這個 從國外 從美國 從琉球進口的雞蛋 460萬顆的雞蛋 然後再補貼給工業的 加工業者 由政府來吸收 價差 關稅 耗損 所以只想靠進口救急 對於解決這個結構性的問題 恐怕是杯水車心 所以在這邊 本席要呼籲 我們的蘇內閣 對於這個蛋蛋危機 一定要拿出一個整體性的一個策略 免得讓民眾 每天都是望早餐而心探 接著請李彥秀委員 今天的主席在現場蘇院長 以及所有在現場部會同仁 大家各位媒體大家早安喔 我今天一大早從媒體上看到蘇院長 主要接下來這幾個月 主要幾個工作是處理年改 同婚跟一例一休 看來這幾個法案 都是民進黨為了選票考量 所以放在優先來去立法院做處理 但是我不知道蘇院長有沒有記得 看了今天早上的新聞了沒有 兒女事件昨天又再一次的發生 引起全國人民的怒吼 不要忘記不到三年前的時間 內湖的小燈泡事件 蔡總統親自到台北市的內湖說 我們趕快來補足社會的安全網 請問在現場所有部會同仁 有關社會安全網相關的部會 你們在這幾年社會的安全網 你們到底做了多少事情 蔡總統說民調是死的 但是人民的感受卻是最直接最現實的 也請民進黨政府好好的去思考 兒女事件不斷的發生 但是我們為什麼什麼事都沒有做 難道因為孩子們要選票嗎 在這段時間 我從媒體上看到 除了很多委員強調要修刑罰之外 我更認為兒女事件的發生 如果民進黨政府有真正去思考 要如何做的話 我也願意提供出更多不同產業界 包括教學界的意見 包括我們現在社工人力跟安全不足的問題 還有如何加強家庭教育 還有高風險家庭的管理 還有包括我們現在的強化通報機制 除了加強刑罰之外 我更認為刑罰的治療的處於待遇 要要求我們這個部分要來全民來做 另外兒女事件我們不應該把它當成是別人的家務事 我覺得應該是我們全民一起共同來監督 我覺得如果我們可以朝這五個面向兒少的五方線 更積極的推動修法跟政策的監督 建立完整的兒少保護鏈 我們才有機會真正拉住每一個兒童 這也絕對是把社會安全網補足的做法 只可惜孩子沒有選票 所以在民進黨優先的法案選項當中 我從來沒有看到在現場每一位官員提到說 好社工人員不足 社工人員的待遇不夠好 或者社工人員的安全問題我要如何做 兒童的強化機制通報機制如何去加強 我覺得這是非常遺憾的地方 請民進黨政府醒一醒 接著請孔雯吉委員 接著請孔雯吉委員 主席行政院的蘇院長 還有行政院各部會所長 昨天行政院通過了同婚專法 司法院4日第748號解釋施刑法草案 準備送到立法院來審查 這個是亞洲第一個同婚專法 未來同志可以合法結婚 縮養另一方的血統子女 享受繼承錢其財產錢 民法對於配偶夫妻結婚或婚姻的規定 同志都可以享有 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非常具有爭議性的法案 民進黨政府幾乎投下了一個清淡級的震撼蛋 昨天下一代幸福聯盟批評 這個草案就是同性婚姻專法 同性婚姻法何必遮遮掩掩呢 遲疑同婚專法草案完全抵觸去年 下一代幸福聯盟所提出的公投主流民意 他們不排除上街抗議 大家還記得去年11月24號 公投第十案 你是否同意民法婚姻規定 應該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結合 公投的結果 七百六十五萬票同意 佔百分之六十九點五 兩百九十萬票不同意 佔百分之二十六點四 這個是一個人民意志的展現 民進黨政府應該是要在民法要徵列 婚姻應該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結合 怎麼會提出來這個司法院 四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刑法草案 我們立法院王君平院長 當了三十多年的立委 從來沒有看過像這樣一個法案的名稱 所以全民對於婚姻這個定義的看法呢 是直接的明確的清楚的一票一票來表達 我們全民對婚姻的看法 婚姻的定義就是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結合 所以我們這次應該是透過這一次呢 要把這個人民的意志來展現 這個法案的名稱就沒有落實公投的結果 七百四八號解釋呢 已經沒有它的一個正當性了 因為這一次公投第十四案並沒有通過 該案的立論的基礎呢 就是四字第七十八號解釋已經被人民否決了 所以政府反其道而行 道行律師 違反公投法 違反人民的意願 將來還是會被人民所唾棄的 那至於同性婚姻的權利 我們將來要如何保障 用何種法律的形式來保障 這個仍待我們的政府跟社會各界 跟我們宗教界在好好的溝通 謝謝 登記國事論壇發言的委員均已發言完畢 現在休息 請林秘書長報告出席人數 請林秘書長報告出席人數 出席委員六十八人已租法定人數 現在開始開會 在進行報告事項之前 先處理一百零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請議事人員宣讀 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時間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決定事項一 國民黨黨團同意 內政委員會徐志榮委員 與親民黨黨團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陳醫潔委員 互換委員會 二 國民黨黨團同意 經濟委員會 陳醫明委員 與親民黨黨團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周辰秀霞委員 互換委員會 主持人 蔡奇昌 協商代表 李鴻軍 江啟臣 吳志陽 陳醫明 鄭運鵬 柯建民 管碧林 黃國昌 宣讀完畢 請問委員會 對以上朝野黨團協商結論有意義 沒有意義 通過 一百零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經決定如下 一 國民黨黨團同意 內政委員會 徐志榮委員 與親民黨黨團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陳醫潔委員 互換委員會 二 國民黨黨團同意 經濟委員會 陳醫明委員 與親民黨黨團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周辰秀霞委員 互換委員會 現在進行報告四項 請林民主長宣讀 第七會期第一次會議議事錄 口號 於法院第九屆期七會期第一次會議議事錄 時間 中華民國108年 2月15日上午90至90分 11分至11時55分 下午23分3分40分25分 出席委員 林委員 戴華等103人 請教委員 西委員 一人等5人 列席官員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等42人 主席院長 蘇嘉全 副院長 蔡吉昌 報告四項 第一案先讀本院第九屆第六會期 第四五次會議及第一次臨時會 第一次會議議事入 決定 確定 第二案 至第九案 第十二案 第十九案 第二十一案 至二三案 均決定 交付相關委員會審查 第十案 第十一案 均決定 禁負二賭 並以相關提案 並案協商 第二十案 決定 交財政委員會 會同相關委員會審查 第二十案 決定 交司法及法治委員會 以公務人員退休 撫系基金管理條例 修正草案 並案審查 第二十案 決定 交朝野黨團協商 推派人選後 提報宴會 第二十六案 決定 照案通過 第二十七案 至五十案 第五十二案 至五十八案 第六十六案 至七十案 為外交及國王委員會所提之報告案 第五十一案 決定 展延審查期限 第五十九案 至六十五案 為行政院橫送 本院委員提案之 延處清刑 執行四項假 行政院答覆部分五十三件 以本院委員執行部分四件 行政院院長提出 市政方針及市政報告 並答覆質詢 決定 下次會議 繼續進行 施政方針及市政報告之咨詢 討論四項 第一案 第三案 均決定 韓請行政院延處 第二案 決議 韓請監察院延處 第四案 第五案 均佔不宜處理 其他四項 一百零八年一月十七日 超越黨團協商 結論三項 先讀完畢 報告委員會 針對第七會期第一次會議議事錄 並無委員或黨團提出錯誤或遺漏之處 座以下之宣告 第七會期第一次會議議事錄確定 請宣讀第二案 第二案 本院委員政天財等十八人 領據 災害防救法部問題 為修正才會請選一案 承宣完 會議記案 請由會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通過 下一案 第三案 本院委員政天財等十八人領據 兵役法第四十三條條文修正詞 請選一案 承宣完會議記案 請由會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 通過 下一案 第四案 本院委員政天財等十八人領據 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三條制條文修正詞 請選一案 承宣完會議記案 請由會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 通過 下一案 第五案 本院委員员呂玉玲等十九人 領據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制 三條文修正詞 請選一案 承宣完會議記案 請由會交司法及法師委員會審查 通過 下一案 第六案 本院委員呂玉玲等十六人 領據中華民國刑法 第286條條文修正詞 請選一案 承宣完會議記案 請由會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通過 下一案 第七案 本院委員呂玉玲等十六人 領據中華民國刑法 第185條制三條文修正詞 請選一案 承宣完會議記案 請由會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通過 下一案 第八案 本院委員張六二件的 二十一人領據中華民國刑法 第八十九條 通過 下一案 通過 下一案 第九案 本院委員張六萬件的二十一人領據 兒童及社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部分條文修正詞 請選一案 承宣完會議記案 請由會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通過 下一案 第十案 本院委員張六萬件的二十人領據 中華民國刑法第280條之一 及第286條條文修正詞 請選一案 承宣完會議記案 請由會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通過 下一案 第十一案 本院委員張六萬件的二十人領據 條文修正草案請選一案 承宣完會議記案 請由會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通過 下一案 第十案 本院委員張六萬件的二十人領據 兒童及社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七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選一案 承宣完會議記案 請由會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通過 下一案 第十三案 本院委員張宿月等二十人領據 再選人員發展條例增令例六條之一條文草案請選一案 承宣完會議記案 本院委員會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本案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禁服二毒並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 請問院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 決定禁服二毒並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 下一案 第十四案 本院委員蔡培會的二十人領據 農藥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選一案 承宣完會議記案 請由會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通過 下一案 第十六案 本院委員蔡培會的二十人領據 學校五三促進條例草案請選一案 承宣完會議記案 農委員會交教育級文化委員會審查 通過 下一案 第十六案 本院委員核心存的二十人領據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至三條文修正草案請選一案 承宣完會議記案 農委員會交司法及法制委會審查 通過 下一案 第十七案 本院委員葉宜經的二十一人領據 中華民國刑法第286條條文修正草案請選一案 通過 下一案 通過 下一案 通過 下一案 与权益保障法第五十三条基地 五十四条条文修正裁案请审议案 程序网会议届 你请与绘交继续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 通过 下案 第二十一案 本院委员陈廷飞短时期设理据 产业装进条例第九条基地 十条之一条文修正裁案请审议案 程序网会议届 你请与绘交继续财政来往委员会审查 通过 下案 第二十案 本院委员陈廷飞短时期设理据 新经济移民房 请审议案 程序网会议届 你请与绘交继续内专事会福利及卫生环境 三文委员会审查 通过 下案 第二十三案 本院委员陈廷县16人理据 中华民国刑法第185条13条文修正裁案 请审议案 程序网会议届 你请与绘交继续法治委员会审查 通过 下案 第二十三案 本院委员陈廷县县的20人理据 中华民国刑法第286条条文修正裁案 请审议案 程序网会议届 你请与绘交继续法治委员会审查 通过 下案 第二十五案 本院委员陈廷县县的20人理据 中华民国刑法第185条13条文修正裁案 请审议案 程序网会议届 你请与绘交继续法治委员会审查 通过 下案 第二十六案 本院委员陈廷县县县的20人理据 中华民国刑法第286条条文修正裁案 请审议案 程序网会议届 通过 下案 第二十七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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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通过 下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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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党党团 时代力量党团提议 改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 审查 下案 第52 民卫生福利部 韩颂台日医疗器材品质管理系统合作备忘录 签署约本中英文营等 程序网会议届 您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外交及国防 两委员会 国民党党团提议 改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 下案 第53 民卫交部韩颂完成换文修订 是中华民国台湾政府与海地共和国政府 有关海地南部省到座增产合作议定书 双方换文一本 程序网会议届 立即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 通过 下案 第53 民卫交部韩颂 韩颂国家情报工作107年度 总结报告 程序网会议届 您请会交外交集国防委员会 通过 下案 第55案 大陆委员会 韩从台湾与澳门 避免航空企业双重客税协议 107年第四季季 下半年全校报告 请安排报告 程序网会议届 您请会交内存财政两委员会处理 通过 报告院会 第56案至第127案 请依序宣读 其中第56 57 59 60 71 72 77 78 84 85 90 91 98 100 101 103 104案 国民党党团提议 改交审查 第115 119案 实在力量党团提议 改交审查 宣读后 除以上提案 改交相关委员会审查外 其余议案均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 请委员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 宣读后通过 请宣读 并请一并宣读 咨询事项 行之第56案至第127案 为行之外 环境保障 还为107年度中央政府 总预算附属单位算决议 解松凍结 故信物染防置基金 5亿元书面 报告 解松空气物染防置基金 上下捐助博助于奖助 凍结5亿元书面 报告 解松凍结 环境教育基金上下 办理环境教育 进化与环境奖息500万元 书面报告 解松凍结 环境保护基金中 因回收费就物资金和认证业务 预算费用书面报告 解松凍结 环境保护基金 土壤基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5000万元书面报告 解松取污染防置基金 向下水污染防置及水里水质 改善预算凍结书面报告 解松空气污染防置基金 向下地方政府执行 空气污染防置公司 预算凍结书面报告 解松凍结 故信污染防置基金 1000万元书面报告 解松凍结 空气污染防置基金 捐助补助与讲述预算 8半之一书面报告 解松空气污染防置基金 向下服务费用专业服务费 动机100万元书面报告 解松空气污染防置基金 向下构建固定资产凍结 30万元书面报告 解松凍结 溫水气体管理基金 共1亿4806万7件元书面报告 解松凍结资源回收管理基金 预算书面报告 解松办理空气污染防置相关训练 教材编审的 动机200万元书面报告 解松办理空气品质管理 食物训练计划合并冻结 657万元书面报告 微生国立部海外 把07年度中央政府总算 附属单位算决议 解松该部主管医疗药品 基金预算冻结说明 解松长造支援及服务量能 提升计划上下 预算冻结之说明 交通部海外 把07年度中央政府总算 附属单位算决议 解松该部主管交通作业基金 新增决议第三项 预算冻结书面报告 第六项冻结印刷装订 广告费1元书面报告 第五项预算冻结书面报告 解松台湾铁路管理局 新生决议第四项 专业服务费委托调查 研究费 动结50万元书面报告 清晰国行为 807年度中央政府总算 附属单位算决议 解松推动在地 再生能源发展 解松鼓励企业投入 设置再生能源发电 设备专案报告 解松台电公司 深奥电厂更新 固件计划 解松改善专案报告 解松建制智慧电网速率 不如预期专案报告 解松台电公司 新兴计划 補办预算必要性 与执行现况专案报告 解松台湾中有公司 炼制事业部 桃园厂No.1 鍋炉太久更新 投资计划专案报告 解松中有公司 财务结构 解松改善及 未来规划专案报告 解松电动机身 能源补充设置专案报告 解松台电公司电力系统 备用容量率专案报告 解松台电公司 提高再生能源发电量 占比专案报告 解松台湾中有公司 加油站 增设太阳能发电与 燈区更换节能进化专案报告 解松中有公司 107年度 转投资 预算减少说明 及亏损失 转投资事业专案报告 解松中有公司 智慧电动机身 能源补充设施 建制规划报告 解松中有公司 转投资 国光石化 台药石化材料公司 投资损失专案报告 解松中有公司 帮应物停电事故 检讨改善专案报告 解松中有公司 第三座天然气介绍站 回应環保团体诉求 规划回避一带修正方案专案报告 解松提高生殖能源 利用目标占比专案报告 解松台湾公司 屋顶设置 太阳光电系统 改善作为专案报告 解松中有公司 炼制结构改善专案报告 解松废弃物生殖燃料 混烧退动专案报告 解松限制节电经济作法专案报告 解松台电公司 台中发电厂第二阶段 煤灰填海工程进化解套改善专案报告 解松中有公司 提升除草容量 及加强第三座 一化天然气接触站 投资计划进度矿管专案报告 解松中有公司 陶原烈油厂 第三重油加新脱流工厂 投资计划专案报告 解松除草容量 及加强第三座 一化天然气接触站 投资计划进度矿管专案报告 解松中有公司 加强国际能源掌握 及确保能源公益安全专案报告 解松中有公司 炼制结构改善与提升原油 采购绩效专案报告 解松台湾中有公司 评估海外探勘风险结效益专案报告 解松台电公司 四项新兴计划前世规划 检讨改善专案报告 行政运动业委会 行为107年度中央教育 总算附属单位算卷议 解松渔业发展基金 渔业发展补助进化 广结100万元署面报告 解松零荣奖励 施行程无所有预期 预算读结书面报告 解松述攬租產生规模 与定架策略 及避免停留感因应疫療 lime 国家发展维会 行为107年度中央政府 总算附属单位算卷议 解松投资率儲能产业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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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完毕